9月25日,长津湖在北京举办了电影首映礼 很多喜爱这部电影的观众已经早早地等待在首映礼的现场 期待活动的开始 截至到9月25日16时20分 长津湖首日预售票房突破了3000万 总预售票房更是超过了4900万实现电影票房的断层第一 不得不说是一个很优秀的电影票房成绩 当然好的电影是离不开主创和演员们的共同努力的 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吴京、易洋千玺等多位主演都熬过了艰苦的冬天 克服了现场种种艰难的条件 吴京在首映礼现场表示 这部电影是我这辈子没经历过的 会影响我的一生 几次活动都没到现场的演员易洋千玺 终于在这次的首映礼来到了现场 他也曾发生 在拍戏过程中曾遇到最艰苦的时刻 在首映礼现场更是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希望大家可以铭记这段历史 知道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 相信这部电影《长津湖》能够引领观众感受到当时的苦难 激发心中的力量 也期待长津湖取得好成绩